大家好,我是阿伟 我是炎子 我们已经到家了,朋友们 其实我们已经回家几天了 前两天你们看的视频其实有严实几天的 这几天我们一直在早出晚归的 在跑步行,一直在忙碌的 因为我们现在要做自己的品牌,家访嘛 然后自己生产 所以说特别特别的忙 然后这个事情都要跟大家聊 我们现在聊一下这个步话 因为前两天我发的视频 大家的评论我都有看 就是他很多人说不懂事 还有就是我为什么没有认他肝癌痣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首先他不懂事 其实大家也要理解 因为他毕竟妈几个月就改嫁了 爸呢,从小他爸就一直在里面 就是进出进出的那种 进去,出来又进去 就等于是一直在里面 他的青春,他爸爸 出来的时候呢,在家呢 他也喜欢喝酒 不话跟我说 然后就喝酒 他会害怕 喝得乱在害怕 然后还要挨打挨妈 还得知就是说 问他爸爸 走的难不难受 他说不难受 不难受 然后反而说 轻松一点 对,这只是他一个家庭 然后在外面的话 就 肯定会看到别人的爸妈 多么疼爱自己的孩子 爸爸妈妈 他呢 就爷爷 是吧 他其实已经是很懂事了 穷人的孩子找到家 真的家务事 很多事情都干的特别的利索 比成人,比我们大人干的还要利索 哇,这媳妇都很利索 很懂事了 还有就是 就是 毕竟还小 才十岁 前几年一开始去的时候 他看到我们就不说话 他就是很内向 很内向很内向的 包括现在也很内向 但是现在和我们时间就是 就是待着一两天 他会就是跟我们主动跟我们说话 活泼了很多 一开始的话 他可能会有点内向 有点害怕 就是 然后还有就说到 为什么要认他肝儿子 后来也不认了 本来我认肝儿子 并不是说我要想认一个肝儿子 我是要让不哈 有一种依靠 有一种亲情在那边 亲情 我干爹干妈很宠我 就是有一个 依靠心灵上 他也不管在哪里 遇到什么的时候 他就会心里想到我干爹干妈 让他心灵上有一种寄托 有一种依赖 并不是说我 我要想认个肝儿子 并不是哈 但后来为什么不认呢 就是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他爷爷呢 年纪大了 活吐了 所以说 我就到底连到走的时候 没有提这个事情 不怕呢 我也跟他讲了很多很多的道理 叫他怎么样怎么样 好好学习 千万不要学坏 不能让叔叔阿爷 失望 一定要做个社会有用的人 也跟他讲了很多 他也听得进去 还有关于我给他钱 很多人说不应该给他这么多钱 我们叫孩子 你看一个星期才有的没有钱 没有零花钱的 从来不给的 还我家一个星期才十块钱 二十块钱或者什么的 这个是不一样的 你们的话 就是带他去逛超市 带他去喝奶茶 当他去吃好吃的 想吃麦当劳 麦当劳 想吃肯德基 要什么零花钱了 是不是 所以他呢 没有 什么都没有 然后当然我也是相信他的 前几年我就到现在 一直看出来 不哈那种志气的 就是不是那种 大家所看到 就以为他啥也不懂事 会乱来 应该不会 就算乱来 这也是他的经历 没办法 他自己的道路由他自己去走 好了 这就是关于这个不哈的 几个问题 大家呢 希望也能多多理解他 毕竟还是欠那个教育 但也没办法 这个毕竟没人条件有限 所以大家不要对他的一些 什么礼貌啊 各方面啊 就不要要求代购了 已经他已经很好了 不哈啊 现在聊一下我们就是 这次回家 大家应该都知道 春秋换季了 一个我们带一下 我们家乡的一个家坊 也是我阿伟燕子自己的一个小产业 哈哈哈 其实我和燕子呢 已经把我们的商标呢 已经注册了 以我们家百万去命名的一个商标 包括logo都特别的可爱啊 我们自己进的原料布料 然后亲自和设计师沟通设计 其实我们在回家之前已经有在线上沟通设计了啊 设计的今年的秋冬新款 其实我和燕子呢 这次就是说自己商标自己生产的话 对我们来说风险还是挺大的 进原料的话 不是说就是卖多少吃多少了 就是存的货啊 量更大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能再把那个价格再次往下打一点了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原料上面啊 我们呢也把控的就是更好了 因为我对品质要求高嘛 就是我们选的都是我们南通大厂家的 大厂大布行的啊 我们选的是金太阳嘉宇师和那个翁立新 三大头部的布行 让朋友们真正得到好东西 好的产品 这样的话我们也会能走得更远 是不是啊 其实这两天我们每天就有睡几个小时 心里呢还是比较紧张的 特别紧张压力真的很大 不知道这次怎么样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都是人生当中的经历啊 经历嘛是吧 过程是最完美的 不管成功与失败 重要的是过程 这次对我们来说又是一大考验 一大挑战啊 就像旅行一样对前方就是充满的期待 好了我们现在说一下重点 就是我们准备定在9月 这个月的9月21号左右上新开播 是这样的 然后这次呢是我们在线上做床品呢 是第三年了也是整整两周年了 两周年庆 然后呢有很多很多的福利啊 然后大家到时候等等过来啊 其实我们江苏南通真的是家仿之乡 世界有名的哈 对呢这里有很多很多好的床品 其实在网上我也看到很多踩到坑的 在网上买的 包括在大网红直播间 大明星直播间买到的啊 看得很高级的 结果收到之后就质量怎么样怎么样的 其实呢我们南通都很 很好很好的产品 价格其实并不高 我呢反正不多说了 实实在在做事 产品等于人品啊 用心做好每件事情 让大家真正得到我们家乡好的东西 对吧 我也不太会表达 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帮我们点个赞 让更多的粉丝朋友能刷到我们的视频 谢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了啊 拜拜 拜拜 拜拜